就繼續來看看 韓國近來的最大事男子偶像團體 又是誰 說要說近兩年的韓國偶像熱門大事團體 真的不能不認識他們 十二三 八 八 來自我方天聖誠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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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把你變黑 平均年齡二十二歲 由Jean、Redmonster、Suga、J-Hope、V、Jimmy 以及老妖政國組成的防彈少年團 又稱為BTS 因為團名是防彈 粉絲名稱秀服飲叫Army 2014年2月推出的男子漢 是防彈少年團打響名號的第一號 充滿力道又華麗的舞步 很快吸引觀眾的目光 每隔半年再接再厲 Danger一推出更上一層樓的編舞 展現企圖心 要佔我韓國樂壇不容易 尤其防彈少年團 並非典型華美男團體 但是靠著每隔半年推出金曲 狂刷排行榜 再加上越來越順利的舞步 讓他們人氣 十三 八 八 八 再加上升 2015年是防彈少年團大豐收的一年 這首JOLO MV一盡到底的拍攝方式 加上團員們帥氣制服加持 洗腦式旋律外加複雜舞步 推出一年多 2016年10月25日 YouTube點擊率邁入破譯大關 這不僅是他們第一支破譯的MV 也起身和Sign Big Band 少女時代等 一流韓星的破譯俱樂部 2016年4月推出的FIRE 又創下第一個高峰 瑕疵高人氣FIRE的點擊率 不到一年就破譯 其中這一段更讓粉絲津津樂告 尖奏落在3分33秒 快速又華麗的舞步 又被粉絲稱為羅姓333 2016年10月推出的《喜漢淚》 短短四個月 又成為他們第三支破譯MV 其實這七個大男孩 也不是各個都是跳舞高手 像是大哥GIN和隊長Rain Monster 就被戲稱損失 我現在感覺不夠 當綜藝節目時被Cue跳舞 就呈現肢體不協調狀態 可以饗憲平常為了練好舞 要比別人付出更多心力 練習期間要完成多少時間 那天10時間 歌曲洗腦編舞用心 其實剛出道的防彈少年團 就屢屢用精彩舞蹈橋段 抓住觀眾目光 BTS所屬的經紀公司BIT 並飛向YGSM JYP這三大娛樂公司擁有龐大勢力 靠著一首首歌曲 用充滿力道的舞步闖出名號 2016年的專輯花樣年華Part 2 專輯銷售還空降 美國告示牌排行榜第26名 成為韓星在告示牌創下最優秀成績 龐胎成爛榜 身世不斷往上攀升的他們 2016年底橫掃各大頒獎典禮 在媽媽亞洲音樂大獎 獲得最佳舞蹈表演男子團體獎 以及象徵最高榮耀的年度歌手 這又是第一個 非三大娛樂公司的藝人獲得的殊榮 BTS七個人各自有魅力 咪咪演的Jimmy是舞蹈擔當 也同時是腹肌擔當 也經常在舞蹈動作中 秀出肌肉 驚豔全場 而老妖鄭博除了是顏值擔當 也是領舞之一 運動能力強 歌聲好 被稱為黃金盲內 孫長長和J-Hope一起 在綜藝節目上 表演女團的可愛舞步 也是BTS的綜藝招牌秀 團圓中的大哥Jim 有王子般的外型 但是愛講大叔笑話的特質 也頗有反差感 還有隊長Redmonster 有顆聰明的腦袋 被稱為腦性男 英文說得嚇嚇叫 到海外演唱會 都負責用英語和粉絲們溝通 我們永遠看見這些 我們在來拉大 因為這城市的地方 你們都很高 我好像有點馬尼亞 志昂 至於老師酷酷的Suga 自容也不是第一眼帥哥 但他身為團體中 的創作主力和Rapper 地位也不容小覷 至於被粉絲認證 最具有四次元模拟的V 除了可愛外型 舞蹈歌聲都全能 搞笑起來也沒在客氣 當晚 방탄少年團能夠創紅 除了非粉絲也認真的舞蹈實力 以及舞台下的親和力 在YouTube VILA都有經營頻道 大量放送後續花絮 甚至在飯店裡吃東西 也不忘直播 讓粉絲充分參與偶像生活 狠狠套住粉絲的心 也難怪能快速上頭 成為紀念韓國的最大使人團 以上就是今天的當獎 先想起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秦凌芊 我們下回見囉 拜拜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